字幕提供 嘉敏,劉Sir說重玩很重要 不如我們一於在課上打一場比賽吧 打比賽?你連開球都不懂,怎麼打? 不容易,這樣就不懂 一定是這樣,而且站位,打去邊,打的樂點都有要求 說得對,嘉敏,開球很重要 所以我們會在第三課等課有基本技巧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教開球了 我們現在做熱身吧 厲害了,今天的熱身遊戲叫煎雞蛋 同學分開兩組,每位同學用正手拿拍 運送小型壁球到另一邊 期間那個球不能掉落地 運到最後那個同學之後,把球拍反轉 用反手運到第一個同學那裡 最快就為之贏了 第二個熱身遊戲叫穿州過散 好像剛才那樣分開兩組,輪流在後場出發 正手拿著拍放在空前 把球通過最外貨棍送到前場 再換成反手接反 全組同學接力,最快那組就為之贏了 這遊戲這麼簡單,教你快點教我們發球吧 有空就令遊戲都失手了 是,其實透過遊戲我可以知道你們的進度 去安排每一堂的內容 那我們的表現如何 嗯,不錯,那我現在教你們開球了 好啊 發球是比賽每一分的開始 以下的要點同學就一定要知道 首先發球的同學最少要有一隻腳 完全站在一個半場區裡面 發球的時候要把球打到前場發球線和界外線之間 打中界線的都是算發球失敗的 發球反彈回來的時候 必須要來向另一邊的半場區 否則都是算Ford的 動作方面,右手拿拍的話 左手輕微向上拋個球 揮拍由腰後至腰前 打一個斜線就可以了 立刻進行發球練習 我們在前場的發球線上 貼一個圓形的記號 同學用正手發球打向圓形 左右兩邊發球區都可以練習 然後教練會在後場設置得分區 同學輪流以正手發球 打入得分區 而另一個同學就在得分區前面守龍門 用手阻止對方入球 這個遊戲可以訓練到同學的準成度 之後難度升級了 一個同學練習發球 另一個同學就站在另一邊接發球 打個直線 當同學發球和接發球都掌握了之後 就可以試試繼續直線回擊 輪流擊球猜球吧 今天到此為止了 你們有甚麼想問我嗎 下場是否可以開始比賽了 當然不是 我們還有很多不同的壁球打法未學 嘻嘻進步了 壁球還有很多其他打法 不可以心急 趁著拉筋的時候 我們想想今天教過的開球 Yes Sir Yes Sir